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防车情报的陶子军 那针对呢大师防车新推出的这个蛮牛一家这款车型啊有几个问题啊 今天这期视频我再给大家解答一下 因为从我们发了这个视频以后呢就好多人很关心啊这些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呢这款车啊它的价格啊 是无拓展版的35万9千8 双拓展版的38万9千8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那这款大师蛮牛一家呢 其实啊就是在去年大师蛮牛房车基础上啊 进行了电力系统啊水路系统啊 以及呢生活区系统的一些升级 那就说它最明确的这个电力系统吧 它主打的是一个365天不插电 它其实啊就是说通过自身的有油就有电的这么一个概念 它所使用的呢是一个12伏加48伏的双发电系统啊 那它整个这个48伏呢是由大师房车啊提出这个技术需求 福田原厂呢来进行的这个技术实现啊 那就相当于呢是这个原厂来给打造的这个48伏的一个5000瓦的发电机 那这个研发过程呢据说啊就有两年之久啊 所以说呢它整体的这个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整个车辆啊它是由原来的这个液压转向助力啊 现在改成这种电子转向助力 它的驾驶呢就会更加轻便 像我这种女司机呢 这个使用这个方向盘上啊就会觉得非常的轻便了 那它的动力系统呢还是说是原来的这个2.8T的康明斯的发动机啊 这个使用过康明斯的发动机的朋友都会知道啊 这个康明斯发动机呢是主打50万公里无大修的这么一个发动机 那它搭配的呢是法国原装6AT自动挡的一个变速箱 它最大功率呢是可以达到130千瓦 最大扭矩呢是360牛米 所以说呢在动力系统上啊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它不用插电呢 其实啊是说我们早上起来一起床就直接呢把车辆打着火 怠速在两千瓦的情况下呢 一个小时啊就可以为车内呢充三度电 那这款车辆内部啊配备的是一个48伏200安时的电瓶 就相当于呢有十度电 三个小时怠速啊就能把车充满了 但是呢也没有人会三个小时怠速了啊 就是说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保证 那在行车过程中呢也是这样的 可以直接呢快速的为这个电瓶充满 那整个车辆的顶部呢 还有一个800瓦的太阳能板啊 也是可以随时为这个电瓶补给的 那肯定有的人会说了 那这个充电速度是不是很快呢 其实呢如果是12伏的双8底盘啊 它是六个小时才能给车辆内部的十度电的电瓶充满啊 那这整体的充电速度呢就是提升了一倍 所以说呢如果在不插电的情况下啊 那我们这个直接让车辆怠速一个小时 充三度电也可以呢保证啊车辆内部实时有电 那同时呢整个车辆内部呢还配备有啊 这个变频空调啊 那也是比较节省能耗的 可以呢随时为车辆内部啊保持一个合适的温度 除了电以外呢整个车辆的水路啊也进行升级 那以前的大石漫廷呢是185升的水箱 那这次呢升级了55升啊是240升的一个水箱 而且呢因为啊去年大石呢经过这个极寒地区进行测试嘛 所以说呢他把这个水箱呢有一部分啊可以安装在车内 就是240升加N N是呢可以啊选择一部分的安装在车内 这样的话呢冬天啊可以防止这个水路啊 有一些这个洞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有一部分水路系统是在车内 如果你在车板上可以呢自由的组合 这一点呢也是啊结合了它实际测试以后进行的优化升级 那么车辆在升级以后呢就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产品了 那它整个内部的舒适性上呢也做了一些改变啊 比如说呢这个座椅的这个空间啊调节的角度啊等等 虽然这款车啊现在呢是一个预测的状态啊 还没有看到实测我只是看到了一些效果图 但我个人呢还是非常期待的 那整个车辆呢还是啊一个这个黄金轴距啊 3米55这么一个轴距 车辆长度呢是5米995 宽度呢是2米45 高度呢在这个2米9左右 这款车呢也是啊上蓝牌Saber驾驶的一个车型 我个人觉得这款车呢可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车了 基本上呢全家啊三四口人一起出行 那使用这款车呢是没有问题 如果想要空间再大一点的呢就选择啊双拓展车型 那其实呢这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了 就在这期视频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这个大吃蛮牛一家房车感兴趣呢 欢迎啊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 也可以呢私信咨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注意了感兴趣一定要提前啊 68位才是优惠的政策 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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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